TVBS最新民调赖清德过境美国后 支持度上升4%来到37% 柯文哲侯友仪分别下降4%和3% 另外女性支持度部分赖上升了8% 最多柯侯也都下降不少 第一名稳定领先 看来老二和老三似乎不得不想想办法 幕僚之间已经有在启动一些相关的讨论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因为在野跟在野之间有必须要 说到关键字 主持人马上打断位详细 难道蓝白和台面下已认真撮合 没有排除说可以见面的可能 但是在坚持到底之下 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以谈的内容 参选总统坚持到底 但是不排除跟侯友仪过台民主旅行见面 是这样讲吗 不过但书还是得讲清楚 不预设当老二前提下能谈再来谈 双方都有交流投论的想法 但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 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再跟大家报告 党中央虽然低调不愿证实 但据了解双方幕僚的确已见面 只是蓝白撕下磨刀祸祸 难道是想宰动作最大的过台名 柯主席已经讲过了 他随时都可以跟我通电话联络 不需要经过幕僚 我一直在看我的手机响了没有 下礼拜我们这三个人就可以一起见面 没有预设立场 只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温情喊话柯文哲想要谈 麦不揪手机随时畅通等电话 只是这创伤症候群 现在似乎不止国民党有 变天亮以后 我现在成效了 哇你一遍 我一遍就怕了 我就想到那一幕我就很害怕 柯文哲恐怕也还没痊愈 今天你们会上去台北参谋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